用车人都知道定时更换机油是保养汽车的方法之一 但是自行更换机油之后 如果处理不当 则会造成环境造成污染 其实在一些城市的加油站 汽车保养场等地 都提供了免费回收机油及绿油器 民众只要到贴有回收标签的店家 将自己换下的机油送去回收 就能够确保废弃机油有适当的去处 将爱车开进保养场更换机油 则换下的机油会被倒进回收桶内 如果不假手汽车保养场 有些人自行更换机油之后 切记不要随便乱倒机油 因为废弃机油对于环境会造成危害 1987年之前在美国的法令 还没有这么的成熟之前 很多人相不相信 很多人就是把那个油 是随便倒在地上的 像后院的那个土里面 其实那个会 因为那些油都会渗到地底下 会影响我们的水源 所以会造成水污染 为了方便民众处理 自行更换下来的机油 有些城市的商家提供 免费回收机油以及绿油器 当你要回收废机油以及绿油器时 要特别注意的是 只有在商家营业时间 才能够将废机油跟绿油器 给带回来回收 而有这样子的标志的商家 就是表示他愿意回收 你的废机油以及绿油器 在进行飞机油及绿油器回收时 除了送油回收 要在商家的营业时间之外 还有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 回收的时候 那个油里面不要mix 很多其他的物质 像有些水 anti-freeze 还有那个filter呢 让它drain 大概24小时之后 再拿到回收中心 一起回收 有些城市会不定时 举办机油回收活动 可以上到各城市的网站查询 另外 现在因为车辆制作的进步 其实需要更换机油的频率 不像从前那么高 您也可以上到网站 www.checkyournumber.org 确认爱车更换机油的 建议里程数 如此才能兼顾汽车保养 以及环境保护 谢谢大家